基隆夜店深夜竄火 九克小姐倉皇逃命 逃生動道狹窄卡人 面無死巴傷的慘劇 酒彈堵圍衣出口 監視器詭異黑影 三張發票定罪鐵證 趙玉夫下跪求饒 到底怎麼回事 來看這起火燒女人心 基隆送還 到腳碼還到腳碼 教育長 教育長 女士從火場被搶救出來時 已經昏迷 被緊急送醫 隨後消防隊員又揹出一名婦人 面對大馬路唯一的出入口 就是起火點 受困民眾只能往公寓後頭跑 不過逃生梯太狹小 人卡在欄杆內 情況緊急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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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五名死者中 開水電行的五十四歲男子 開水電行的五十四歲男子 陳榮青 已經擔任了二十多年的義銷 家屬說 陳榮青每次救災 總是跑第一個 也曾經救了不少人 沒想到自己卻逃不過 這次的惡禍 從監視器畫面看到 涉嫌縱火的零性嫌犯 案發前先在便利商店 購買寶特瓶 還和店員討論半天 拿中寶特瓶適合裝汽油 接著舊池寶特瓶到加油站 買汽油 這名患有歐七家暴 與吸毒前科的零性嫌犯 疑似患有肇癒症 和未姓前妻離婚之後 常常向前妻要錢 要不到 就前往前妻開設 在火場二樓的KTV鬧場 目擊者在火警發聲前 就看到兩人在爭吵中 互相放話 他不敢在二樓吵 跑下來 就說講好就好了 這樣就講得很兇憨弄弄 就很那個兄弟 在講話弄樣子 專案小組終於找到夏天 他說自己也懷疑 縱火案是丈夫做的 警方調出阿旺的資料 發現他四十四歲 有殺人為碎漢 妨害自由前科 縱火案發生了兩個月前 妻子因為他暴力毆打 申請保護林獲捲 並肅請離婚當中 你會不會嗎 我不會做 我不會做 你會不會嗎 我不會做 我不會做 不然你怎麼去買那個 你會做嗎 你會做 我不會做 你會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